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朴槿惠的私人形象也非常好 当时我们许多媒体是大篇幅的去报道 说这个人怎么样了不起 这么一个女孩子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然后说到他爸爸的事的时候呢 甚至还要淡化他爸爸是个残暴的独裁者的事实 然后强调他爸爸带来的汉江经济奇迹 那么然后还出了他的传记的中文版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曾经有媒体采访我不晓得聊什么 谈起表警会 那我就批评 我说因为我跟韩国很多当年搞反对运动的朋友很熟嘛 比如站在他们那边讲 他爸爸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 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一个他们所谓经济好 不是什么他的经济奇迹 因为台湾四小龙这些一样 是整个美国的东亚环球战略的一部分里面 形成的一个结构的东西 跟他爸关系不大 他爸就是个独裁者 就是坏人 我就骂一通 那后来那些东西当然都不能出 为什么不能出呢 是因为今天大家都夸他好 你就别批评他 好 但是等到后来因为萨德导弹这个事 他一下子180度逆转 那么之前所有好话都不能再讲了 现在只剩下只能骂 就我们我觉得我们国家过去几年的媒体 有时候这个不是一个政策问题 我知道其实宣传部门没有说这个要怎么样 有时候没那么仔细 而完全是媒体自己跟风起后 自己掌握风向 然后自己贴着上去 然后变得没有了根本的独立判断能力 到了这个地步 跟红顶白落井下石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心吗 很糟糕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现在媒体环境 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做媒体做久了 我就在想真的有没有什么所谓 这个什么西方媒体的视角 或者中国媒体的视角 这个视角那个视角 到最后其实都是那个记者的个人的经验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来历 他的这个所来处 他所说的教育 他的环境 然后你的这个取向 对你的这个取向 其实是自然而然那一套东西过来的 他就会关心这个 或者关心那个 他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这样去偏 或者怎么样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个体的经历所造成的 那如何能够避免这个个体的幼稚 造成的谬误呢 所以自己要这个 要开阔 要开阔 你别说其实 不断要长大 其实上级领导主管部门 从来没说过 朴槿惠在中国形象好的那阵子 就不能说他爸多坏 从来没这么说过 那是谁说不要这么说的呢 那是下头那些编织 自己觉得 这个时候别给人家说坏话 你看这个 这背后有个什么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 我们主旋律是这么吹的 我们尽管没有明文规定 该怎么样 我们也得主动配合 那所以你今天看媒体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比如说特朗普吧 更明显对不对 特朗普选上大选的时候呢 我们这还有不少的人 特朗普好 跟中国关系一定好 做生意吧 做买卖吧 没错 是做买卖 跟你拿一个中国来的 还做买卖的 这时候 哇 一下反过来 这个狼子野心啊 什么亡我之心不死 这不要说的 表姐会那是几年前的事 特朗普这个事 是五个月的事 对对对对 就五个月 我们的媒体 就能够这么变脸 那你 那你 我如果作为一个常年的读者 我天天看一媒体 我我我难道不会看懵吗 你把读者当什么呢 我们都是吃瓜的 就是最近有人批评 就说吃瓜 过去讲 说过去曾经有一个时候 就微博比较火的时候 叫围观改变中国 对对 就说围观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某些社会问题 大家围观 引起了重视 促进了进步 他说但是现在呢 说吃瓜这个事 比围观更完事不公了 就是说 大家都是一种 吃瓜群众的 其实就是 我有时候觉得 你像那个饶毅教授 他是自以为正义在手的 我认为 就至少他还有一个正义的概念 他的原则是一定的 他原则是这样 他说你们要认识川普是谁 对吧 他一个种族主义者 你们华人怎么还支持他 他至少是出于他的信念 对 可是站在我这种 吃瓜群众的立场上 我就知道 哎呦 咱们相隔有多远 你知道在中国人上网 很大一个意图是为了娱乐吗 今天是全网的娱乐呀 是娱乐你明白吗 就是说你根本就把一个娱乐圈 给搞成了新闻圈和政论圈 这就是要文不对题 他才不管特朗普是谁呢 他觉得这发型 说两句什么 上次我把那女的把她搞了 哦这个好玩 他就是这个嘛 是那个吃瓜群众有时候 我记得上次是谁闹一个什么丑闻的时候 好像人家后来家里人 好像是林丹什么那时候嘛 不过他家里人也出来已经说了嘛 结果大家不是发了很多很多 就是继续在聊 就感觉什么呢 吃瓜群众觉得说 我刚掰了小凳 刚吃上第一口 你们完了 那不行 我瓜哥吃完 你们怎么能收场了呢 继续啊说 所以你就说文道 刚才讲的那个文道还是属于啊 你还是把这个问题 做了正经的严肃的理解 就是说你看到有些中国媒体 见风就跑什么趋炎复势 是吧 小减会跟中国好的时候就夸他 部署了萨德导弹什么的 就骂他 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族群 他们连这个也没有 他们只是看戏 就是看一个人啊 就朴槿惠 那个时候当总统了 这时候听说信邪教了 有个闺蜜 我要给打倒了 你看看 就像那天他们讲 就是他们讲的斗维 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说是这个斗维 人们对斗维的这种嘲笑 说明人们怎么着 就说是对平凡的那种厌恶 是对平凡的那个看低 我说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 为什么 我认为这些人们拿斗维说事 不是因为他们厌恶平凡 恰恰是平凡的人们 就喜欢看人落魄 喜欢看人落魄的这种心理 看他起高楼 看他楼倒 看他起高楼 最爱看一个明星 你看他当年多火呀 哎呦 现在可以让我唏嘘了 你可以看他不行了 饭都吃不上了 这里边潜藏着一种挺得意的 还是一种 他的娱乐 你没忘了 这都是娱乐 我认为我们就靠这个娱乐 对朴槿惠 也是拿这个娱乐 哦 你看哪天出来的时候 炸了 听说邪教 闺蜜 然后接下来 无数个公众号就开始讲 我跟你们说呀 女人最大的敌人 就是她的闺蜜 哎呦 就开始 这公众号主要是卖东西的 他其实说的是卖 是卖奶粉 卖奶粉 卖什么的 你以为他知道萨德是谁吗 他想到的是 他生活里的八卦 所以这国家有什么认真 那这个国际时事 我们当做娱乐 那接下来这些事 接下来咱们也可以 这个我们也能娱乐吗 大家难道还吃瓜吗 对对对 这个咱们也可以好好吃一下 瓜都要吃进口瓜了 12月11号这个日子 要决定一件很大的事 2001年 我还记得当年的12月11号 中国正式加入WTO 是冒吗 是15年前的今天 成为第143个成员国 举国欢腾盛况 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就是要利用好加入世贸的 这个入世为契机 那个时候叫入世 你看 现在咱们要该出世了吧 是吧 入世 出入自如 但是当时 中国实际是有点忍屈受辱的 为了入这个世 你得接受人家西方的规则 人家西方的规则 就是说你可以加入 但是呢 我们不能把你当成跟我们一样的 我当年是反对加入 我是 世贸会议的时候 在香港开部长集会的时候 我还去示威 所以我跟韩国人熟吗 跟着那些韩农在一起 奶农 大米的那个 你没剁几根 我没剁 那次没有 那是冲击警方吗 吃吹雷蛋 你当时是反对 我反对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反全球化分子 我就是 那今天呢 你还反对吗 我今天没那么反对了 但是因为我觉得 首先呢 因为我觉得WTO也没那么管用了 就这已经是一个 就跟当年的影响力 不可从日而遇的一个协定 第二呢 就是 当年我担心的是 中国做出的许多承诺 最后会损害到中国自己的利益 跟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利益 但是我后来发现 也没太大损耗 回想起来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尊设 当时人家就说了 我们也不能把你当成 跟我们一样的人 你们这叫非市场经济标准的国家 好 咱们就吃了这么个暗亏 据说这15年来啊 这个受尽了 屈辱 就是说 每次被人家告中国 你反 就是反倾销 就是中国你倾销 后来 我这次总算闹明白 吃亏在哪了 就是说啊 你这种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 如果别人说 什么叫倾销 义军你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倾销 他就是说 你如果是用 就是你卖出去的那个价格 是低于你国内的 这个市场价格的 是一种 比如说你本来你的这个成本 应该是五块钱 你非卖一块钱出去 那你就是在倾销 但问题就是说 谁 你拿什么作为对比的标准 那么中国呢 如果你跟国内的标准比的话 国内他那 他那个劳动力成本确实低嘛 那个原材料也低 但是呢 现在有的国家 他选 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国家来比 他选那个新加坡比 那比你贵十倍嘛 那你当然是 你怎么比都是在倾销 我补充你一下 就等于说 你一个中国生产的电视机 对吧 比如说呢 本来呢 你的成本是五百美元 在中国制造成本是五百美元 但是你卖到美国 比如说你卖了五百八十美元 那么这个是正常销售 对吧 这个不算你反倾销嘛 但是呢 你都把东西都卖到美国 美国不高兴了 怎么告你呢 因为你是非市场经济地位的 这个国家吧 他就不能拿你们国家的成本标准 我们不承认的 我们要找一个替代国 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新加坡 那么新加坡 你这个电视机造出来的 这个成本可能是八百美元 那我就可以说了 你中国明明是八百美元的成本 造一台电视机 你为什么卖到我美国 卖五百八十美元 你这是故意低价啊 这就叫恶意清销 这就可以告得入 所以中国就吃这个亏 可是呢 现在到了一个什么 结果眼啊 就按照当年WTO的 有一个条款 就是说西方人 你守不守契约 就是说这种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呀 最多到15年 必须终止 那么中国的意思是 现在15年到期了 你应该恢复 给我市场经济地位了吧 至少你不能再找 中国过去这么多年 就胡温时代 也一直在努力争取 尽快落实这个东西 尽快就是想尽快 对 14年的时候 14年我去那个欧盟议会 然后见了好几个议员嘛 我们有一个 那个记者团去的就见 当时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都觉得 哎呀 这个市场经济地位 这个事是个假命题 因为到16年 中国自动会取得了 我们没什么东西 可以去那个要挟你们 说我们呢 当时只是说 是加快还是不加快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我们跟你们谈是 我们想要什么呢 想要这个人民币的 这个这个自由兑换 对 但是呢 现在到这儿 看来他们其实也是 在这几年就变了 觉得中国也不可能 把人民币 那个自由兑换嘛 所以最近不出来贬值了吗 所以 最近人民币贬的哦 哎呦 我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赶快花人民币 说简直就下去 就像是那个什么一样 哎呦 我不好说了 咱们去广告 双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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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现在的问题 就是在于中国人的脸 就是说 哎 你守契约吗 12月11号到期了 那至少不能再给我们 搞那个替代国 估算我们的国内的 这个成本这件事了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说欧盟 美国 日本 甚至是日本 第一个日 这时候纷纷表叹 说我们还是不能承认 你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 你们国家不是市场经济 嗯 他不承认 那这个事就僵在这了 嗯 如果你纯粹看字面的条款来讲 你很难搞 因为根据原来的什么叫做市场经济 国的定义里面包含几条 比如说你的企业的决策 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完成的 还是会受到政治决策的干预影响 嗯 你的国内的所有的市场价格 产品的市场价格 有多大程度是受到干预的 还是应该是市场决定的 对是市场决定的 那根据很多这些东西 其实中国在这方面表现是很模糊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有那么多的国企 我们中国有许多的产业政策 然后这几年甚至大家还在讲是不是国进民退了 那么所以很多评论者都会在这些角度来看 中国算不上是市场经济国 这从他们的角度来定义 但是这个争论啊 问题是这个争论就像刚才义军讲的 这种事儿 为什么早两年他们都觉得不是事儿 这时候又是事儿了 这个才是关键 就是说OK 你说中国不是个市场经济国 你从字面定义来看 你真的可以说也许我们真的不是 但是问题是说这个东西是或不是 你觉不觉得重要 那是另一个问题 就你什么时候觉得它重要 我觉得就是最近一年多 大家忽然又觉得这个问题重要了 又拿这个东西来跟中国谈了 这时候就是一个新情况了 你比如说像特朗普当选 他就一直在在选的时候 他就一直以中国为对象 就是说中国是个倾销国家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历史上最大的工作岗位 偷窃国 偷走了我们职位等等 你已经看得出他整个取向 整个立场 那么日本呢 也同样的就不断的在撤资 把这个在中国的他们投资的项目工厂 逐步搬到东南亚别的地方 甚至搬回日本 所以你是有机可循的 就是整个政治经济结构改变了 所以今天这个东西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其实特朗普也是说一套做一套 就他女儿那个鞋场在东莞嘛 对 而且现在就中国确实是过去这二十多年 我们是密集型这个劳动力 然后是低成本 然后再加上就是小布什那个时候 一直在搞中东嘛 那个他在反恐 就是忽略了中国的飞速的这样一个增长 那现在中国也是到了一个 就一个瓶颈期 我们自己的这个这个劳动力成本也很高 现在就是包括连农村的这个劳动力 也很贵了现在 后来现在他们是怎么办呢 现在我看到有些报道就是说 他们去非洲 就这个厂啊 搬去非洲呢 是去培训非洲人 然后呢 但是是以中国式的管理方式来培训这个非洲人 就在厂房里面也提了好多标语 早睡早起啊 那个也不迟到不早退啊 早上起来要跳操啊 那些 还叫他们说中文啊 然后 特别好玩 就有一个说是怎么来来测试这个非洲人 他能不能合格啊 叫他们就做佛撑 然后呢看这个手指的这个长短 说这个手 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手指太不灵活的呢 干不了中国人的那些活儿 就你不是要装配那些东西吗 要挑那些手指比较灵活来做 后来呢 这些非洲人呢 就是他们当中就有一些 他还能够被调到北京去学中文 他们学得还特别快 但那些一回来呢 就自己去找别的工作去了 他们因为还是觉得中国人这个工作强度太大 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这个劳动力的形态 还真的跟人家不一样 真能吃苦 真能干 这不是在全世界觉悟仅有的 但是我也觉得将来 就是这个龙永图就讲 这个加入WTO15周年怎么看 就说加入WTO 这15年中国发展的速度啊 是太快了 前所未有的 他说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 我就我现在觉得可能真有这个国运这回事 就是你甭管他是什么好还是不好 可能就是到了他的时候 你真的你没想到文道 你叫30年给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都是那个时候生活过的 就是那 那就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星期也得吃回肉吧 就是那样的 一个星期去我们家包回饺子 那时候日子已经好 才几十年 我的娘 现在我就是一去 去到欧洲 你甚至我们觉得 你看那天咱们在咱们那个节目里边 我觉得陈南青有一个观察 讲的就很对 他说 不是欧洲破旧了 是中国变新了 就是你的 我们现在感觉到欧洲觉得很破旧了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坐在一个高速列车上 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什么光景 对吧 就的确是 但是这个东西吧 背后又有一些 好像让人觉得很莫测的一些个东西 为什么他也就反映了 比如说欧盟 美国 日本 纷纷表示我们不能把你当成一个 就是说你现在进步这么大了 我们还是不能把你当成跟我们一样的人 你不是我们眼中的市场经济 当然也有些人说这是一种 他们自己有点颓了 弱了 对于强大崛起者的这种恐惧防范 就预言贸易保护主义的风潮 又将兴起 已经看出来了 我觉得就是会这样 因为很简单 你刚刚说我们过去30年 或者加入世贸组织 这15年的这个飞速变化 其实不是什么神秘不可知的天命或国运 它就是一个国际的政治经济局势的 一个客观环境造成 中国是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历程 最大的获益者 我们是正好在我们打开国门改革开放 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在改变 然后很快赶上冷战终结 那整个东西变了 这真的对中国来讲 也是个太好的一个机遇了 百年都难得一遇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OK 到了今天 我们过去30年 这个全球化的好处 我们拿的差不多了 到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工资也开始上涨了 我们所有水平都上涨 但是问题是 人家在全球化过程之中 拿到的好处 已经低于全球化带来的害处了 现在到了一个平衡点 就全球化这个东西对中国有利 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好处 拿到最大 人家是已经到了一个坏处 至少感受上是坏处多于好处 而且跟中国 你想想看 这说到底是大家做买卖 做买卖今天问题就是 人家还要不要跟中国做买卖 他们会觉得跟中国这个关系 已经变成是 我挣不到太多钱 他再算一算 会不会是我亏了呢 你比如说 你美国当年 比如说80年代要进来 他想的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 比如说可口可乐的最经典 中国对吧 当时是八亿人口 八亿人口 八亿人一天给我买一瓶可乐 我不就发了吗 当年美国人是带着这个梦想来 然后全世界都带着这个想法来 这是个多庞大的市场 OK 到了今天 他发现这个市场 有的地方都进不去 或有的地方 好处拿到头了 那么再接下来呢 是比如说 美国国内还是找 我们工人失业了 工厂都在那了 我们怎么办了 都变成这个问题了 又或者说 你就算在中国继续投资 你发现成本已经很高了 那么再走下一步 可能要自动化的生产 那自动化生产 就可以不用在中国做了 所以也就是说 整个科技技术经济结构的转变 使得大家觉得 跟中国做买卖的 这个全球化结构 对他们不一定再那么有 而且中国内在的 这个飞机也产生了 我将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就你看这里 有说这个前WTO有个副总干事 这个曾用惊人来形容 中国入市前十年的表现 他说我从未见过 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融入了一个复杂的系统 然后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看 2006到2007也是一个分水岭 他们认为在那之前的前半段 中国在贸易自由化 经贸自由化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从2006到07之后 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步伐 一直停滞不前 在加入WTO后半程当中 中国在世人期待的服务业壁垒撤除 知识产权保护 政府采购透明化等诸多领域 均未能取得太多进展 在国有企业垄断的这个领域 市场化进程甚至还有所逆转 就等于说他们说15年前 他们搞不清你们姓赦姓资 15年后呢 好像还是没搞清楚 于是他们决定不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中国对 现在整个的这个局面 也不能不说 也不能说他完全都没有 那个预料到 你看中国从前几年开始 他一直在讲 要改变这个游戏规则 因为你看这个WTO 它是一套这个游戏规则 那这个西方一开始觉得 他拉中国进来的话 我其实你会顺应我的这个规则去改变 会引起你内部的这个改变 那中国到了一定的时候 觉得我再改下去 我可能有些地方就不能再改了 会危及到我最根本的这个东西了 那好 我现在我自己拉一套东西出来 我自己来搞一套这个游戏规则 像亚投行啊 搞一路一带啊 我自己搞了 他所以现在争这个话语权 就是规则谁来去制定 你说的是规则 我说的是实力 就是实力决定的规则 你有没有实力去执行这个规则 你看特朗普跟那个小英子 互相那个调情呢 然后那个中国的报纸上讲的一句话 你注意到没有 就是说特朗普先生 以他的个人性格入主白宫 但是他并没有带着多余的力量 入主白宫 这意思就是说 说到底是你的力量和我的力量 这我就一直不明白 说是全球化就是互相依存吧 但是假如说敌对产生了 欧美日就是把你当成假想敌 是吧 贸易保护 跟你对着干的情况下 假如出现了这种格局 到底那个时候 到底是谁靠谁多一些 贸易战通常是两败俱胜的 通常是两败俱胜 对 你比如说美国如果真的要打 这个贸易保护战争的话 那很简单 我们中国所有相对于美国市场 美国生产而言 廉价那些产品都去不了美国的话 美国短期内马上面对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物价要上升 对 那他物价上升 在他短期内 他的工资没法赶得过来的时候 他所有老百姓马上就是 就要熬了 那个圣诞节的那些装饰都没有了 对啊 你过去 对不对 你去沃尔玛 他们美国人去沃尔玛买的东西 九成都中国做的 当然现在可能下降了一点 但还是大部分中国做 给你那么便宜的东西 然后你今天拿一百 你现在一百块进去 你一个圣诞节装饰搞得定 你明年进去 你一百块钱 可能就只能够买个小气球 那怎么办 那首先受苦的就是他们 他们就可以想中国了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问题是 他们如果真打贸易战 这个话 那我们中国日子也很难过 那一大堆工厂 我们本来我们这几年的出口 就已经坑坑巴巴 有时候深有时候涨 就遇到些问题 对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靠内部消费 来带动自己的这个结构改革 还没有完全完成 就是要扩大这个内区 怎么 所以我们现在就搞贬值吗 那只能搞高贬值些了 所以咱们国家一说什么 WTO就是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什么的 就说现在全世界有八十多个国家 都把我们当成平等的市场经济地区 但是我看也有的人说风凉话 说这八十多个国家 比不过欧美日 那当然 所以说欧美日要是封锁你 实际上对你的经济 影响非常 就不管中国 那是世界最 中国出外 那是世界三个最大的经济体 你想想看整个欧盟 就是这样的